哈喽大家好,这期视频是资格的哈根 今天是要去吃一家米其林二星 这家餐厅在国内其实不怎么出名 但是它在欧洲和美洲的一些美食家圈子里面是非常受欢迎和退从的 这家店最开始也是我一个朋友他先介绍给我 开头这家店的主厨来自北欧的一个小岛屿 我不知道怎么读它这个北欧的名字 而他们的出品是会带有一些北欧式的乡村风格的感觉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这家店他们都不在市区内 不管是诺马尔街要去这家卡斗他们都是在市郊 所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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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的剪品最上层是五种不同口味的冰沙 底层的奶洞有一点像是双皮奶 其中茉莉芹冰沙带来香草的味道 让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于北欧 最后的PT4即是全餐 不包括酒总共2000人民币 觉得值得请在大幕里面发一 觉得不值得请发二 就喝了挺多久 现在有一些醉意了 就赶紧来最后做个总结吧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期视频是多久之后了 那今天就是除了我之外 所有都是成双成对的情侣啊 夫妻啊 就我一个人在这种心很爱的氛围里面 那也不就乱来讲一下佳山丁吧 佳山丁我觉得他算是北欧偏乡村风的一个代表 就是他的整体的出品我可以还是非常喜欢的 除了他那两个螺以外 那两个螺我是真的不知所谓 就其实他是体现出一种北欧的物产匮乏的感觉 就是这些厨师他们会从北欧非常有限的物产里面来抠出那一点鲜味 但是你对于中国我们这种就是物产夫妇的来说 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北欧人的感动 反正这家我个人还是挺推荐的吧 它的味道都是挺不错而且运进难度也没有非常夸张 提前两个月在在官网订阅里面都可以订到 OK那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